我听你分享过 说你的人生 你渐渐学会用减法过人生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努力追求事业 然后从来也没有代谢过 然后跟是吃好吃的 然后什么熬夜也没关系 然后工作量也排满 要把心思回到自己的内心 就是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因为我看我妈妈这样 你再强的人 你赚再多的钱 你再富有 但是你现在不能动 什么都没有 那我是一个人 我没有结婚 没有生小孩 以后就是我自己要面对我自己 所以我慢慢地用减法 在乌域上面 在所有的一切 我的路还很远 还很长 我要好好保持自己的体力 跟自己的精气 其实我妈妈年轻的时候 她一直是那种很坚强 母鸡带小鸡的那种 就对我们的呵护 然后我要说的比较那个就是 她是那种相夫教子型的 然后她又很坚强 就任何事 她不要麻烦别人 她自己可以做的 那中风为她来讲 一开始她自己会不会很辛苦 她很辛苦的 我曾经跟我妈妈说让她退休 不要工作了 就是说到吵架 那那个时候她 你觉得她似乎应该退休 她六十了 没有 七十几了 对 我说你可以退休了 因为你的儿女都已经长大了 大家都有工作 她那时候是做什么 就是还是想做得很来劲那样子 对 她说她有一份责任感 我妈妈是跟爸爸是蔬菜批发 然后她人手不够 有时候我们还要参加 然后我参加 我会被我弟弟嫌弃的那种 她说你什么都不会站在那里 你把我的菜 客人把我的菜都打住了 你走开 你回家 对 那种 所以她就说 如果我不做了 那某某航空公司的 那个什么菜怎么办 没有人知道 她要什么样的规格的产品 我说妈 也是很复杂的 有人会做 对很复杂 我说妈 那有人会做 反正我就是跟她讲到生气 你现在说什么 我的人生已经够痛苦了 我一听到你就绑在这个家 我不过就是想要 我就是累了 我想要休息 这样不行吗 不行吗 我想要透过家庭 来看整个生命问题 然后当她发现 她情绪没有办法出口的时候 好像只有在网购 才会带给她存在感 她在弥补你生活中 还有情感上的空缺 贯花钱哦 网购哦 哎呀 好吃的咧 什么东西 巧克力 谁吃巧克力 吃人会开心啊 导演徐兆润 读完剧本就指名找杨贵妹 眼高妈妈 是看准杨贵妹独有的草根性 比较像侠女的那个感觉 她自己本身的个性 因为草根一点点东西 她开早餐店 每天要面对不同的人 她那个某一种江湖个性会出来 可是江湖个性里面 又有她细腻的一块 杨贵妹勇敢跨出舒适圈 在《棍萨》第三季 敲响金钟后 越做越有心得 杨贵妹当起制作人 找好友中心灵和颜艺文一起主持 全台走透透 而且节目还有个可爱的名字 老少女奇运行 刚开始本来想说要什么名字嘛 结果她想说 那想说妹姐自己当制作人 对不对 我们应该有一些全给那个 那想说那用什么 美少女还是什么之类 妹姐说就老少女还美少女 可是现代我不会 这是一个什么预兆 为什么才一开始就这样 我怎么发动啦 你看起来还蛮有架式的 只只只下来久一点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超红的妹姐 我害怕这边的大哥看到 会心疼 杨贵妹早就不是少女 但玩起来还是有颗少女心 历经人生风雨的她 用自己的慢活节奏化解状况 无论上山下海 都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冲 我觉得她现在拿捏得蛮好 然后她很享受 在工作的每一刻 她把自己的界限放得更开 什么都敢吃 什么都敢喝 什么都敢尝试 她就是会站在第一线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尔 打赞尔 打赞尔